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机器人的零点或叫机械圆点 当我们需要验证机器人零点是否正确时 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机器人各轴动作到 显示当前角度为零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是否与零点刻度线对应上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发现通过手动单轴运动 不管把速度调得多慢 几乎不可能是把轴动做到 刚好为零 那有没有一个快速的方法 让机器人直接回到零点姿态呢 今天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先给我点赞收场和加关注 后面你一定能用得上 首先建一条绝对运动指令 指令的目标点参数 是用各轴的角度值表示的 接着把各轴的参数值直接改成零 运行这条运动指令 机器人就直接动作到各轴零度位置 这里要注意 如果空间不允许 需要先手动操作到安全范围 再运行指令 或者单独回零某些轴 而不用全轴同时回零 以后机器人需要快速回到零点 只需要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关注我 每天都给你讲 看得见 听得懂吧 公共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